子宫外孕有什么身体的症状? 如果做四管婴儿,人工塑精还是有可能遇到子宫外孕 很多病人认为,胚胎放在子宫里面怎么可能外孕呢? 医师又不可能把胚胎放在外面 但是子宫收收会把胚胎症出去 所以四管婴儿遇到外孕也是会遇到 如果你有以下的症状,要小心是外孕了 比如说你是一夜一日,最后一次夜经 一夜十四日取软,一夜十七日把胚胎吃到子宫 一夜三十一日验孕 照说应该二月七日要看到胚胎在子宫腔里面 如果二月七日,也就是相当于五周 胚胎子日之后的第二十一天 你在超音波没有办法看到胚胎 要小心是外孕 外孕通常会有两个症状 一、下腹疼痛 二、出血 子宫外孕如果延误治疗或延误诊断 有时候无非有破类、内出血、大量出血 导致休克、国外甚至有人因此而死亡的报告 不得不小心 外孕妇产科致你试管婴儿之路 平平安安 不幸福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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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福 谢谢大家